如何實踐佛法 在十四世紀以前 流傳於馬來西半島的佛教 是受印度的文化和傳統影響的 這個可以在半島北端 例如現在的吉打威省區 一些考古學的重要發言中取得證實 在那裡所發現最古老的物件 包括在五世紀時印度的佛像 和印度的馬坑納比卡錫碑文 如今這兩件古物 都被珍藏於印度的加爾國踏的博物館裏 而他們的複製品 就收藏在吉隆坡的國家博物館裏 我國在十五世紀的時候受到了回教的影響 在回教還未傳入我國之前 遷羅和泰國佛教的影響力 在半島北部各個州十分盛大 後來在十九世紀初期 到二十世紀初 當英國政府 在馬來各州大力推動發展計劃的時候 造成了許許多多的鄰國移民 流入我國 不同種族的移民的到來 也都將他們本身的文化帶進我國 這些文化都在時間的洪流中 各自發展 而各具特色 無可否認 現在的佛教都是來自中國 泰國 緬甸 或者斯里蘭卡的移民後裔 所擁護的不同源流佛教所組成的 同時 也都有很多馬來西亞人 自稱是佛教徒 但是卻盲目跟從他們的祖先 所流下來的宗教儀式 那些早期的移民 大多數是沒有教育基礎的 他們前來我國的目的 是尋找物質上的財富 而不是做佛教的傳教士 雖然他們體重教育 但是他們對佛法 是沒有基本的認識的 只是在離開故鄉移民前來的時候 將家鄉的一些宗教儀式 一拼帶到來 同流傳給他們的後裔 其實 這些移民的後裔 目前所奉行的宗教儀式 有一些在他們自己的故鄉 也已經消失了 所以可以肯定地指出 今天大部分的馬來西亞人 根本不了解他們本身 所奉行的宗教儀式的含意 不論那些是佛教 或者是其他傳統的宗教習俗都好 他們只是本著尊敬祖先的心理 將它一代一代地流傳下來 今天 我們之中有南傳佛教徒 北傳佛教徒 或者西藏佛教徒 跟隨著中國 泰國 緬甸 斯里蘭卡 西藏 日本 或者印度的傳統 除此之外 亦都有一些是奉行西方佛教的佛教徒 這些各派佛教徒的信仰 和修行方法 大多數都已經被一些 不符合原本佛教教義的信仰和修行方法 所滲入和污化了 雖然如此 他們還是在佛教的寬容精神底下被接納 這種情況 在佛教徒之間造成一些混亂 因為他們分不清楚 到底什麼才是真正的佛教 有些人甚至聲稱 只有他們的佛法才是正確的 而其他宗教的佛法是不對的 這樣說明了 今日的佛教徒 是身在十字路口 和非常需要正確的指引 以便能夠重新走回佛陀的道路 邊彎無常 其實就是一種世間的真理 我們必須能夠接受佛教的寬容精神 已經造成了很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傳統宗教儀式 深入佛教之中 佛陀其實並沒有介紹任何今天我們所奉行的宗教儀式和慶典 他也沒有鼓勵人們 去跟從那些當時在印度盛行的古老傳統習俗 佛陀所關心的只是宣揚佛法 正確的生活方式 或者生活的真實意義 在佛陀涅槃之後 他的信徒們 在不同的國家和時代背景 加入了本身的傳統文化 而將他稱為佛教 而這些佛教 也就這樣在他們的國家裏面 佔受歡迎和發展起來 其實 我們不能夠將那些傳統的佛教行為 當是佛陀原本所教的佛法 我們需要知道的 只是佛陀所教的真理 只有通過不斷的努力 去弘揚純正的佛法之後 我們才能夠撲滅 或者減少那些在佛教名義之下的 錯誤宗教儀式和行為 要達到這些目的 我們一定要學習 原本的純正佛教 和能夠以自己的智慧來判斷黑白是非 在這裡